來聚焦的是今天的新聞終點 我們一開始來聚焦的是政治話題 說賴清德準備要訂高機了嗎 媒體人吳子佳 這個接了驚人的民調變化 我們首先先來看到 這個是最新的民調 這是由YT頻道 野電視就四強做出的一個民調 就被問到說 賴清德呢 他之前被學生問到說 推了13萬的社宅 然後呢 學生就吐槽他說 市長您在當市長的時候呢 一戶都沒有落實 是怎麼樣來看的呢 好 其實有95%的民眾都說 真的是要給這一些 說真話的學生們一個讚 是投給民進黨 就是讓民進黨繼續再騙嗎 那有5%的人 他們是認為說 不介意民進黨欺騙人 欺騙人民 好 另外要來看到的是呢 這個鄭克爽的FB 他們就說了 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只有民進黨不想過 沒有過不了的法案 那在最後一年執政的時候呢 突然先前被罵到爛的法案 居然就神鬼火速 過關了堪稱 全世界最有效率的一個政府吧 另外來看到的是呢 在如果是藍白河的話 那對上民進黨的最新民調 可以看出哪一些端倪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Eats Day民調雲 他們所做出的這個最新的民調 可以看到侯柯沛沛的話 如果是真的藍白河的話 是有希望贏過賴清德跟蕭美琴的 37.4% 那柯侯沛沛的話呢 同樣也是跟賴蕭沛沛比起來 是有贏面有勝算的 現在美麗島電子報 另外也做出了這個民調 可以看到說賴清德的民調是 35.4% 侯友宜是24.7% 那柯文哲是22.9% 吳子佳現在他就分析說 這個尾巴戰爭發生之後呢 賴清德的民調是大幅往下走 前一段時間呢 就有一句話說 台灣真的不想要變成下一個烏克蘭 可是現在尾巴戰爭 這個火恐怕會燒到台灣來 另外呢 他也說了 在這個藍營的部分 現在亂成一團 綠營應該是要乘勝追擊 繼續往上走 但是呢 賴清德現在好像是一個邊緣人 因為呢 他沒有辦法把民調的支持度 再往上提升了 他的民調已經達到了天花板 那綠營在這一波的操作當中 是有極大的疏失缺失的 賴清德的領先 可以說是非常的脆弱的 好 現在呢 尾巴戰火持續延燒 但是呢 我方堅持不撤僑 來看到世界各國 現在都在撤僑囉 居然說 欸 國人要去日本搭專機 蘭偉現在在國會就質詢 質疑這個外交部長 你根本就沒有作為吧 沒想到 吳釗燮居然好大的光威啊 像這樣子 拍桌暴怒 還指著別人的鼻子罵 這罵立委 李貴敏說是人身攻擊 現在在野黨是炸鍋炮轟說 欸 蔡英文的愛將 你這個過去你有做了一些 外交上的封工尾業嗎 好像沒有吧 好 我們翻開您這個 當外長的歷史來看 斷交七國 根本是創下紀錄 那居然還在國會如此囂張 一巴戰火瘋煙 三十多個國家火速撤僑 外交部不但不撤僑 還要想走的百姓可以搭日本專機離開 人民都還沒罵政府無能慢半拍 備詢的外交部長火器先冒上來 奇怪 同樣的都是政府 你認為沒有撤僑的必要 美國認為有撤僑的必要 你苦了什麼名所苦 吳釗燮任內斷交七國 快創全球之冠 但斷交部長在國會 態度卻囂張傲慢 身為蔡英文頭號愛將 他連桌子都拍了起來 拼外交吳釗燮成績超慘 但罵大陸罵再一檔 簡直能跟網軍比賽 但有人點破他是這種盤算 你的做法和你的暴怒 只是表現給蔡英文 還有未來的主持賴清德看 這不就是在對未來的政權表中嗎 你有看過一個被質詢的 行政部門的官員 敢對國會演拍桌子了嗎 台灣把民進黨給寵壞了啦 只好叫別人去搭別國的飛機 然後你自己一籌莫展 所以你不是無能無為是什麼呢 所以這不是什麼人身攻擊 這叫陳述事實 胡釗燮 只有你這麼厚臉皮的人 才會一直待在這個位置上 任內斷交七國 外交爛帳 百姓還沒跟你算 小英愛將有臉在國會拍桌 柱子高不高興 不知道 但全民都快沒臉看 記者黃毅君 王志恒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好 國民黨的立委 陳以信在18號 在詢問外交部長吳釗燮 駐美代表蕭美琴 如果回台的話 擔任賴清德的副手 是不是真的會讓台美關係 受到一些衝擊呢 吳釗燮他就表示 他不回答假設性的問題 還說呢 有些人一直在指控 這個美珠的議題 他說呢 這個美珠 直言美珠 才是讓台美關係 受到衝擊的一個重點 好 現在來看到 這是東森新聞 他們YT頻道 對於外交部長吳釗燮 而且這番說法說 影響台美關係的是美珠的議題 來進行網絡上頭的民調 您覺得呢 好 我們來看到的是 11% 有民眾認為說 沒錯 這個美珠 食安是沒問題 都是業者在詐欺 在野黨在亂打 但是呢 來看到有81%的民眾 說這根本是胡扯吧 因為台美貿易有很多樣啊 不是只有食安 不是只有美珠的問題吧 另外呢 6%的網友是表示 為了台美貿易 吞美珠 好 吞了啦 什麼都吞了 民進黨餵給你 你什麼就吞 好 那3%的網友就認為說 是其他 網友紛紛現在狂酸啊 說不懂 為什麼被質詢的時候 要自己再提美珠呢 為什麼不要直接回答問題呢 現在是在模糊焦點嗎 另外呢 有網友就說了 影響台美關係的 不是美國的問題 是珠的問題 當然也是在狂酸 吳釗燮這番說辭了 好 另外有網友就認為說 不肯老實做事 什麼樣的事情都是藉口 就是民進黨一貫的 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 好 今天早上我們請到的對談來賓 是北市議員張思綱 思綱哥早安 大家早安 我是張思綱 好 思綱哥想跟您請教一下 從我們剛剛兩個新聞點跟圖卡 來看到 這個吳釗燮呢 真的是好大的官位 現在呢 在尾巴戰火 持續交戰的狀況之下 其實多國都已經開始撤僑 並且也派出了 美國派出豪華郵輪 趕快把他們的公民接回美國本土 但是呢 我方好像都沒有任何動作 甚至說以色列大使他也說 其實在以色列當地都是台灣媳婦 所以目前還沒有這樣的狀況跟安排 但是也是有一些在當地 就學的民眾吧 現在來看 政府完全沒有作為是在擺爛嗎 另外一個想要請教思綱哥 來幫我們解析一下的是呢 剛剛我們看到這個 耐心的民調 似乎是已經到了一個天花板 但是呢 現在他也都沒有出任何的招 反而就是在隔岸關火看你們藍白河 現在好像亂成一團 那民調到了一個天花板 李當就沒有任何的政策提出來的話 就是會往下掉 那您有怎麼解析 賴清德的民調的走向呢 第一個我們先講吳釗燮 他這個傲慢啊 然後言語這邊呢 就是以上對下 好像任何人不能對他質疑 我覺得他這個史上最傲慢 然後最不負責任的外交部長 那立委李慧銘並沒有談到美豬的問題 他幹嘛去扯美豬的問題 企圖把美豬的問題呢 從內政去延伸到外交的部分 更何況美豬的嚴格把關 這是民進黨政府的當初呢 口口聲聲答應民眾的 所以我覺得吳釗燮的這樣子暴氣 實在是可能沒有民主風度 也沒有民主風度 同時呢把問題推到別人的身上 那你看我們的政務官在國會裡面 已經三番兩次出現說別人質疑他 但是呢他反諮詢別人 還去跟人家吵架 我覺得這樣的政務官 實在是很糟糕的一個示範 但是為什麼吳釗燮可以這樣有底氣呢 因為他覺得 明年那個蔡英文交班給賴清德 看起來是安安全全啊 妥妥蕩蕩啊 所以呢他今天這樣繼續囂張 一點問題都沒有啊 搞不好賴清德覺得他哇 在國會裡面表現英勇 然後呢幫民進黨勇於辯護 明年的這個新政府呢 說不定還吳釗燮的更好的位置啊 所以吳釗燮圖的是這個算盤啊 那算盤是來自什麼 來自說賴清德在 藍白在野分裂的情況之下 他什麼事都不做 就可以穩居第一名啊 你看賴清德從今年年初啊 大概就是在35到30%之間 來來回回遊走啊 但是呢在業黨主要候選員都在十幾% 基本上賴清德打的算盤是 好反正你們藍白合不了 我就繼續做我的春秋大夢 繼續靠這樣子的一個 無所事事無存在感的選舉方式呢 就能贏得選舉啊 所以這是很多人看不下去 也十分憂鬱的地方 這也是為什麼民進黨的官僚門 到現在為止可以高枕無憂 覺得說反正對國會的監督 對民進的監督都無所謂 而且甚至能來做一些 言語的相互的對撞啊 所以終結到底要解決吳釗燮 這樣的不負責任的官僚 斷交了這麼多國家 還不願意下台的外交部長 重點就是再也要合作 明年要把政黨輪替 把這些不適任的官員傲慢的官員 一個一個把它換下來 好 非常感謝斯坦哥 這麼精闢的解析 不過想要請教您的 另外的觀點的就是呢 剛剛從我們這個圖卡上面的解析 可以看到說 不管是這個藍白合的部分 好 都是有辦法贏過賴蕭沛的 但是看起來 現在吳子佳董事長他也說呢 這個賴清德民調 已經沒有辦法再成長了 那您認為說賴清德 在現在的狀況之下 藍白還沒有整合 那他民調是已經到了一個天花板 那未來的走向會是如何呢 老四 安哥怎麼看 其實賴清德的民調 其實我就覺得沒有什麼好討論的 因為第一個 他就是固定的民眾 民進黨的這些支持者 然後他的政策提出來 大部分政策都是無感政策 要不然就是大灑地政策 然後呢就進行很多種 各式各樣的補貼 靠新台幣來催動選票 靠鈔票來催動選票 但是對於真正的解決大家 住宅問題也好 然後青年就業的問題也好 薪資長期低迷 被通膨吃掉的問題也好 賴清德卻一直拿不出解放 那對於兩岸問題也是如此啊 一直說他要跟習近平吃晚餐 但是如何來讓兩岸關係能夠對話交流 他也就是講一些空話啊 那在國際政治上在外交上 只有靠美國路線啊 看不到自己的走向 但是他無所謂啊 因為你藍白不合再也不合啊 他今天只要去講這些 毫無存在感的話 他一樣可以贏得選舉啊 所以其他的戰略很簡單 就是讓藍白之間的挑撥分化 同時的見縫插針 然後再讓藍白之間的衝突擴大 這就是他的選舉策略啊 那至於政見的如何 政見的好壞 其實對賴清德來說 根本沒有太大的意義啊 因為他就靠在野分裂 藍白不合來贏得選舉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的天花板 大概就是35 在目前為止是他最高了 那未來也看不出 他有什麼樣的一個實質的能量 或是要提出什麼 了不起的大政策大方向 把他的民調再次拉高 因為他不太靠選贏的方式 並不是他個人的魅力有多好 並不是他的政策有多棒 而是靠著這個藍白 靠著在野分裂而選上的 所以就算他選上 也有可能是史上得票率 最低的一個總統的當選人啊 所以話說回來啦 你要讓這個戰局啊 有一些根本性結構性的轉變 我覺得在野的合作 還是要進行 雖然在第一次的會議之後呢 雙方有一些口角 甚至呢 有一些互相指責的部分 但是我認為啦 大家稍微忍耐一下 因為聰明如柯文哲 他也看得出來光靠一己之力 要勝選啊 還有一些距離 其實我覺得這個禮拜啊 我覺得藍白之間還要進行二會 而且我認為讓兩個主帥 你就是侯友營跟柯文哲直接見面 然後幕僚的跟在身邊 只要兩個主帥 確定還是要往藍白合作的方向走的話 我覺得雙方的幕僚就 按照主帥的意志持續的推動 持續的推動讓藍白合作 那我也相信呢 不管用任何方式呢 只要有自信的人 都可以贏得 都可以贏得這個勝選 不管是用民調 還是民主出現的方式 有自信 而且勇於迎接挑戰的人呢 大家都看得到 那個就會勝利啊 所以我覺得藍白合作這部分 我覺得是未來兩三週的政治主題 也就是未來選舉在80天90天 能否真正的出現結構性的轉變 我覺得藍白合作是一個唯一的挑戰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俊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俊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義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種 義生俊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義生俊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reward 就算你坐下 威脅 固定 你 抱歉 楊